中国正在逐步放松一二线城市的购房限制 以刺激房地产市场 这一政策转变引发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房住不炒理念的质疑 尽管放松购房限制可能会刺激一部分购房需求 但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可能有限 北京最近宣布 已有两套房的北京市民家庭 有一套房的单身北京市民 以及连续五年在北京纳税的非北京市民 都可以在五环外购买一套商品房 此前 上海 广州 深圳 杭州 天津 西安和海南等地也已经适度放松了购房限制 然而 尽管政策放松 但许多购房者仍然对市场持谨慎态度 他们担心房价会进一步下跌 因此并不急于购房 对于那些希望卖旧换新的消费者来说 限购政策的放松无疑是一个吸引人的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 放松购房限制可能意味着习近平的房住不炒政策 已经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在2016年首次提出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的观点 这一观点一直被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指导原则 然而 尽管政策放松 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许多消费者对市场前景持悲观态度 他们认为 只有当房地产开发商的负债问题得到解决 消费者才会重新对房地产市场恢复信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